這邊的鎮峰大概是有8級以上 那麼到了入夜過後 鎮峰大概是可以來到10級 這邊是11級 真的一點都不誇張 陽明山風雨交加告示看板 都快被吹到 陽明山已經出現強風大雨 氣象局預估 最大鎮峰很有可能入夜過後 來到10級以上 因為強台力起碼 逐步逼近 暴風圈接觸到陸地的時間 可能是在9號 也就是明天的凌晨之後 今天晚上到明天 北台灣包含北部 東北部地區 一陣一陣的風雨會越來越大 北部地區首當其衝 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的中午之前 新竹以北 基隆 宜蘭 都被列為陸上緊接範圍 星期五下半天開始 颱風逐漸遠離 北部雨勢慢慢趨緩 但是因為吹西南風 中部以南的山區 要開始嚴防豪雨 今天晚上8點到明天晚上8點 這24小時的降雨 剛好這段時間就是 颱風距離我們最近 也是影響最大的時候 整個西半部的平地 還有東北部的平地 以及花東的山區 都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雨 或者是豪雨的情況 尤其要注意周回 總雨量的預測 新北 桃園 新竹 苗栗山區降雨 很有可能達到900毫米 另外北北基 桃園 還有新竹平地 也有可能是達到500毫米以上 另外 風利 玉菇 北北北基 還有宜蘭 都會有11級的陣風 而桃園 新竹也會有10級陣風 呼籲民眾千萬不要上山 也別去海邊 強烈颱風 勵起馬來勢洶洶 暴風春最快 深夜12點就會出路 帶來的長風好雨民眾 不能輕忽 而且 綜合報導